后面中可以看到民众用手机拍下 应该是摩游路的地方 已经被滚滚泥水淹没 放眼望去已经看不到陆地 直升机的空拍镜头 更清楚看到一辆车被困在泥流当中 弄坛不得 森林间的道路全部都被土石流覆盖 奥地利当地时间28号出现暴风雨 位于南部的克恩顿州 遭到强风和豪雨侵袭 引发严重洪灾和土石流 当局在隔天发布禁机状态 派出直升机协助民众撤离 出估大约有20户住家和农场 因为道路遭洪水冲断遭到孤立 只能靠直升机试图救援 而一名82岁老翁也因此丧命 目前当地居民已经加入志工行列 帮忙清理重建家园